记者欧素美台中报道,大甲西北岸高滩地十多公顷农田去年遭溪水冲毁,地方多次要求整理河道,岛镇核心,农友质疑第三河川局做事不管,讯息交界,荆棘如焚,第三河川局表示,大甲西北岸高滩地距离堤防上有100公尺,堤防安全无余,高滩地被河流冲毁是河流自然摆荡所致,非人力可畏。 该局一直在观察大甲西流露,若溪水持续侵袭高滩地,必要时会进行保护。 去年6月,梅雨封面造成大甲西水暴涨,至大甲西北岸十余公顷高滩地农田被冲毁,农友向市议员吴敏纪陈勤,吴敏纪多次邀集相关单位会刊,要求进行河道整理到镇核心,以免高滩地农田再度受灾。 但农友表示,今年讯息将界主管的第三河川局却无具体作为,令人忧心。 黄信农友表示,大甲西河新原本在河川中央距离北岸高滩地很远,去年却突然冲向北岸造成辛苦开垦的农田流失。 河新北夷世代大甲西输郡后发生原因起人一斗。 还有人质疑,因农友拒绝配合书郡清除高滩地,阻挡杀石暴力,才造政府故意放手,令洪水肆虐冲毁良田,心境恶劣。 吴敏纪会看后发现,大甲西输郡后,核心境急转弯从南岸直奔北岸,不排除人谋不脏,呼吁检调。 镇峰及监察院主动介入调查,一度决关商勾结及行政怠惰等轻视。 第三,河川局副局长潘真哲表示,大甲西南岸的清水客庄提防前年遭冲毁,去年整理河道将高滩地略为加高,以避免吸水直接冲刷提防。 但大甲西通宏断面并未因此变小,高滩力原本就未在行水区内。 北岸高滩力的农田被冲毁是河流自然摆盗所致,非人力可掌握。 河川输郡也是由市府提出,并非河川局办理。 潘真哲说,第三河川局的主要工作是保护提防安全。 基于土地利用才开放部分高滩力工农有工作。 目前大甲西北岸高滩力距离提防上有100公尺,提防安全无余,若吸水持续清洗高滩地,必要时会进行保护。